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位居士大德们大家早安 目指着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第一次讲到大致这边的故事 第一次是讲故事 大致上是说到说 有一个画师 画画的一个师傅 他因为自觉福报很浅磨 所以他就把他工作 12年的所有的积蓄 就全部拿去故事 结果就被他的太太抓到警察局去审判 那法官非常赞叹 这个人实在太难得了 太发心了 所以法官就把他自己的财产 也分一些给这个画师 那等于是皆大圆满 所以经上说 难得置物 禁用布施 祈福最多 我们今天继续讲布施 那我们知道说布施 有分三个种类 第一个是世间法的布施 那相对的就是初世间法的布施 那第二种呢 是圣人所称谕的布施 还有圣人所不称谕的布施 不称赞 那第三种是佛菩萨的布施 那相对的就是生文 生文之类的布施 所以布施大致上分成三类 就是世间 世间上的布施跟初世间的布施 那第二种是圣人所称谕称赞的布施 跟圣人所不称赞的布施 那第三种是佛菩萨的布施 或者生文的布施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佛菩萨的布施 跟生文的布施 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知道说 布施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用心不一样 二十五报就有很多的差别 什么样的布施算是生文的布施 也可以说是阿罗安的布施 那什么样的布施的心 算是诸佛菩萨的布施呢 这里今晚就讲到说 不畏众生 也不畏知诸法实相布施 他只求脱离生老病死 这样的心的布施算是生文的布施 那如果说你是为了一切众生 也为了知诸法实相 那这样的话就是诸佛菩萨的布施 那第二种是 你只为了得少许分的功德 而不想要具足所有的功德 这样的话算是生文的布施 那如果你的心是为了能够具足圆满一切的功德 就是说不得少为主 你的心是圆满的广大的 那这样的话是诸佛菩萨的布施 那第三种呢就是害怕老病死所以布施 这种是生文的布施 如果说你的心是为了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为了帮助众生 而不是害怕老病死 那这样的话就是佛菩萨的布施 那这个心中举的一个例子 就说很久以前 在这个严弗底的当中 有一个国王叫佛罗佛 佛萨佛 那当时呢有一个佛罗门的一个菩萨 一个在家居士 叫做韦罗摩 这个韦罗摩呢他是国王的老师 等于是国师 他教国王怎么样得到 怎么样修行 然后可以得到转人圣王 那这个韦罗摩这个菩萨呢 他财富无量 他很有钱 他甚至珍宝俱足 但是他这样子想 他说 人家都说我很富贵 我的财富无量 我可以劳益众生 那现在正是时候 正是适合做大布施的时候 虽然富贵很快乐很迷人 但是一切都是无常的 是五家共有的 有可能被恶王啊 被不孝的儿女啊 被小偷被火被水 所毁灭了 这是五家共有的 而且财富被令人散乱执着 那而且后代的子孙也容易很堕落放荡 那心不定 就好像一个迷猴 不能暂时停住一样 而且人命很短暂 只有短短几十年 可以说比电流还快消失 而且我们的身体也是无常的 是重骨的根源 因为他这样子想 所以他就想说 现在正是时候 我应该广行復施 那他这样想之后呢 他就自己做了一个 类似我们说的海报 一个告示 他就通告世界上所有的婆罗门 及一切的出家人 在当时的印度呢 因为有96种宗教 所以他就普告所有的婆罗门 及一切的修行人 一切的出家人 他说希望诸位大人们 都能够来我家 接受我虔诚的供养 而且我发心要供养十二年 包含所有的米饭啊 面食啊 书油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料 甚至他还盖道场 捐给这些修行人 马车等等 可以说基本的民生用品都包含 那因为这个 韦罗摩菩萨太发心了 行大布施 所以这个婆罗婆国王 及八万四千诸小国王 他们也都来随行赞助 那甚至呢 那个第四天的天王 他也来赞叹这个韦罗摩菩萨 他说这个第四天赞叹说 哇这个天地然有的财物 能够喜悦一切的人 那你今天能够做得到 分享所有财物给一切的人 真的是为佛道而布施 那另外的禁居天也现身来赞叹 说你开大门行大布施 你所做的真正的是一个好的榜样 你为了勉勉众生 为了求佛道而广行布施 但是这个禁居天呢 也有人看法不一样 他们怀疑说 韦罗摩菩萨 怎么知道他是为了求佛道而来发心布施呢 所以当禁居天有人赞叹他 怜悯众生为求佛道而广行布施 那也有人就是很怀疑 他是真的为了求佛道而布施吗 因为布施的心 有时候有人是为了求来世的福报 那有人可能为了种种的欲求 然后来布施的 那所以他们就怀疑 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为了求佛道而来布施的呢 所以当中就有一个禁居天 他就化身做普罗门生 然后就拿着一个金品 然后就到这个韦罗摩菩萨的地方 就告诉他说 韦罗摩菩萨 你这么发心这么大布施 难舍能舍 你想要求什么呢 你是为了什么而这么发心广大布施呢 你是为了求做转轮圣王吗 为了能够有白子千孙 为了统领四天下吗 那这个菩萨就说 不我不求此事 那你是为了求能够来是能够当当第四天王 能够拥有八千天仙美女吗 他也会答不 我不是为了求这些而布施的 那你是为了求能够 来是能够生到六玉天主吗 他也会答不 那你是为了求能够在三千大千世界中 能够 来是能够出生为犯天王 想当众生的祖父吗 他也会答不 那你到底 你这么布施是为了求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就说了一个祭 他说 我求五欲处 五欲处 就是没有欲念的地方 离生老病死 欲度诸众生 求如是佛道 我求的就是没有欲念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求的就是能够求灭盘 求成佛 能够远离生老病死 而且我也想要度尽所有的众生 我求的就是成佛道 那这个禁居天人呢 他就说 布施主佛道很难得啊 你是为了求佛道而布施 但是佛道很困难耶 非常辛苦耶 要成佛不容易了 你的心很柔和 并且习惯欲乐当中 一定做不到的 一定达不到成佛的 他就是为了考验他 就是故意怂恿他 就像我之前所问的 你不如求做转人圣王啊 求六欲天王 或者犯天王 这个是很容易得到的 你布施求得这些升天 这个是很容易的 你不如求这些吧 比较容易 求佛道很辛苦不容易了 那这个菩萨就说 你请你听我一心发誓 他甚至还用发誓的这种坚决的心态 他说 假使乐铁轮在我头上转动 我一心求佛道终不怀悔恨 那假使在三恶道 或在人中受无量的苦 我一心求佛道终不退转 也就是说 我求佛道的心绝对不改变 我是一心一地 为了要求佛道 这样的心是不改变的 所以这个靖居天就 赞叹他说 哇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求佛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他也说了一个句子 他说 你很精进 你的精进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慈敏于一切的众生 你的智慧没有化碍 你的智慧无量无边 没有障碍 不久一定会成佛的 那这时候呢 天与众花 就是天人 他们看到这个菩萨这么发心 这个是未来佛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随喜 赞叹他这样的发心 所以他们就供养他一个精品 那这个精品里面当然装的就是干露 天上的干露法水 那这个菩萨呢 他受到这样的供养这个精品 他也非常的发心 他就把他那个精品呢 就是在佛罗门出家中的长老上做钱 他也想要把这个 他得到精品里面的干露水跟大家分享 那他就想要倒给大家喝 结果这个水很奇怪 他倒不出来 那这众人就很奇怪 就很怀疑很奇怪 这个菩萨他什么都发心 什么都不知 可以说一切都具足 那这个主人的功德也非常的大 那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干露水下不来倒不出来呢 那这个菩萨 就是得到这个精品的这个菩萨 他就想 诶 怎么了 是我的心不清净吗 还是我故事的东西不够完美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大家就很压抑很好奇很怀疑 那这个时候 诸天就告诉菩萨说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后悔 你没有什么没做好的 是我们认为 这些受供养的菩萨们的出家人 他们的发心不正啊 因为他们修行只是苦行 只是为了生天 而不求解脱 不求了生死 是他们受不起天上的干露水的供养 所以干露水才掉不出来 那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天上也放种种的光明 然后照耀大众 而告诉菩萨说 就是这些参与的大众呢 因为他们不行正道 没有跟你一样的为佛道而发心 在所有的人当中呢 只有你能够接受这干露水的供养 那这时候菩萨 他就自己就念了 就是自己这样子想 就说 我这个大会当中 确实好像没有人 像我这么发心要成佛的 那水倒不下来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吧 那他又想说 在这个十方的天地中 如果有人很发心的 清静的 我都可以棘手 可以归命顶礼 那他就右手拿着那个金瓶 然后就是把水倒出来 他自己的灼火上 那因为我这样发心要成佛 所以才能够受得了这样的大故事 因为这是天上的干露水 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 那这时候呢 这个佛罗佛萨国王 就是他的国王 他看到这样的感应 然后他心里非常的恭敬 而且也欢喜赞叹 真的太不可思议的 这个天上的干露法水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 是只有发大心的人 才可以接受得了这样的干露水的供养 那当时呢 所有大佛罗门大众 所有佛罗门大众 所有在场的大众呢 也都非常的恭敬 申请 然后合掌作礼 就归命菩萨 那这时候这个菩萨就说了一个禁 他就说 今我所故事求三界福 为诸众生故以用求佛道 就是我今天我发心供养故事 我不是为了求三界的福报 不是为了生天 不是为了什么人天的福报 我是为了所有众生 为了怜悯众生 也为了成就佛道 那他自己说了这个祭之后呢 一切大地山川草木 皆六百震动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欢喜 那这个韦罗罗他就 他就知道说 他就接受了这个干露水的供养 那他知道说这是种种的因缘 大众没有办法看所有这样的供养 他为了黏敏度 他就也是以其他的东西供养给大众 那这个就是本身因缘 很多菩萨很多佛菩萨 他们过去是个本身的因缘 他菩萨的因缘 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故事 那这个叫做外菩萨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菩萨的故事里面 他这一种的菩萨算是外菩萨 就是他所有的财物外在的财物 他为了帮助众生为了成就佛道 所有一切外在的财物他都能够普通 而且要立愿坚定 要不怕困难也不怕别人的能言能语 永不退转 所以说我们有句话讲说 修佛不嫌多但用于解脱 那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就是说一个人 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多资源 然后又有具有政治见 他就会布施他的财物给需要的人 那像这个韦罗某菩萨的布施 他也做到抛砖引玉 所以他也感召到很多国王也随时赞助 那另外这个韦罗某菩萨他的布施 感召天人的供养 就是这个精品甘露水的供养 这个是我们凡人 我们没有发大心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第四个天上的甘露水 我有足够福报的人才受得起 第五个就是最崇高的发心 就是为众生为成佛道而行一切善事 这样的发心是最崇高的 那所以这个是今天大致上的故事 告诉我们为了菩萨道 然后广行一切善法 我们要不畏困难 而且要立愿兼定 要永不退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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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